中选会13号公告第15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名单 共有三组候选人 分别为亲民党宋楚瑜及鱼香 国民党韩国瑜及张善政 以及民进党蔡英文及赖清德 中选会主委李静勇表示 竞选活动期间将自14号起到明年1月10号止为期28天 李静勇表示竞选活动期间 每日竞选活动时间自上午7点到下午10点 媒体、政党与候选人都应遵守选霸法相关规范 避免处罚 民调发布方面 李静勇也提醒相关规则 且投票日前10日至投票时间截止前 不得发布民调 特别在民调的发布方面 政党以及任何人从选举公告发布之日起 到投票日10日前 所谓的有关候选人或者是选举民意调查资料的发布 应该要载明负责调查的单位或者是主持人 办理的时间、抽样的方式、母体以及样本数、经费来源以及误差值 对于本次选举开票 中选会强调开票计票过程公开透明 投票日每个投开票所都有政党或候选人推荐的监察员 监察投开票过程 中选会也首度在脸书粉丝专页和YouTube频道直播计票过程 李建勇向媒体呼吁希望开票当日媒体报道开票时 能穿插中选会中央选情中心提供的计票数据 让选举计票统计资料更精确 计票资安方面 中选会强调电脑计票系统经专业资安公司测试 及行政院资通安全处复查 并进行四次全国性模拟演练 且系统采封闭网路与外部网路实体隔离 只有计票专用 受监控的个人电脑才能登录票数 对于去年九合一大选发生边投票边开票情况 李建勇指出 中选会已提出具体分流措施 包括降低投开票所人数 增设投开票所及圈票遮平 有信心明年投票过程不会再大排长龙 李建勇也说 明年选举虽然没有合并公投 但各项选务筹备都以最高标准进行 目标是在1月11号晚间10点左右完成开票 央广记者郑祥云、郑林采访报道